百貨美食街民眾大袋美食 碰上炎炎夏日 幸好有涼霜冷氣 不過現在經濟部能源局出手 納館要修改規定 未來餐飲旅館 包括館內餐廳 百貨美食街這三大場所 在用餐時段將限溫二十三度 為者最高可以罰十萬元 首當其衝就是民眾用餐醫院 我是消費者立場的話 我會覺得溫度的設定 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在吃飯用餐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溫度會上升 那如果在設定的溫度 再偏高的話 的確會有 會選擇用餐的環境 因為比較熱 所以說美食街有很多的熱氣 所以說我們會覺得 這樣不太適合 OK啊 二三度OK啊 不會太冷也不會太熱 剛好啦 現階段考慮民眾用餐時 會吃火鍋以及麵食等熱食 氣溫太熱會受不了 因此對餐館或有附設餐廳 以及美食街的場所 給予用餐時段豁免 從早上七點到九點中午 從十一點一直到下午兩點 晚上時段從六點到九點 冷氣溫度是不受限的 南原局祭出冷氣溫度 二二三正負一度的政策 目前全台一千三百多個據點 開始實施 事辦到明年底 最快後年正式上路 不過對於目前 已經有做控管的店家來說 影響其實不大 對於這塊門本身就已經有 在做相對的控管了 所以後續不管是什麼樣的法令 或是規定等等的 我們都會積極配合 過去早中晚用餐時段 冷氣溫度不受限 現在新聞二十三度 中央多管旗下控溫 簡單減探從小細節開始做起 近新聞郭彥廷 童雅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